白化佛法 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下面就开始给大家做十几分钟的白化佛法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人总是说要开悟 那么什么样叫开悟 一个人真的想开悟的话 首先要改变自己 不要坚持己见 就是说不要坚持己见 什么事情都不听人家的 都以为自己是对的 经常不信佛言 因为菩萨讲的话 你如果左思右想用自己的理论 去来解释他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起自障心 自己的障碍自己的心了 因为佛菩萨讲过的话 你用自己的语言把它重新解释 那么你自己的障碍的心就会有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你就会不坚信佛言 就会让自己的执着心 常住在心 这样的话 你就会见不了自信 所以要学会怎么样开悟 就是要 首先要去除自己的见解 要看别人 听别人怎么讲 你才能明白 另外还要懂得 要制造 制造无智 什么意思呢 智慧的造的自己 让自己心中没有停滞 不前 没有障碍 所以 每一念头出来 学佛的每一个念头出来 都要圆通 念念圆通 就是你开悟最好的一个老师 因为你每一个念头都能想通 实际上你就是在开悟之中 所以很多人呢 为什么不能念念圆通呢 他是 不见一法 能为障碍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 不能做到 不见一法 能为障碍 就是说他 对所有学的佛法 这东西 他总是认为 哎呀 我这个法是对的 那么这样你就有障碍了 实际上万法皆同 万法皆空了 因为法只是一个方法 让你学佛开悟的一个方法 并不是让你来执着这个法门 啊 否则你就会慢慢的有自己的啊 对对自己的这个啊 本性会有有志 就是这个志是三点水 一个带路的带 啊 这有志爱啊 爱就是阻碍的爱 所以呢 我们学佛要想开悟 首先 在一切顺利 好 恶 境界 现前的时候呢 要不被他 有阻碍 要识破他 识破他的意思就是要看懂 看明白 这只不过是人间的一个缘分而已 这个好的 也好 不好的也好 实际上都是一种缘分 所以 顺境 逆境也好 都是一个时间的关系 你识破他了 你识破他了 根性得到圆满 你识不破他 你的心境 心内的境界啊 就会 啊 被 这个 生死 啊 这个 轮回的根层啊 根就是我们说 根基的根 层就是灰层 啊 六层的层 啊 祸乱 就是迷惑和 这个 扰乱 啊 迷惑扰乱 所以有时候要想开悟的人最好呢 就是 对 外的境界啊 啊 要不要有分别型 啊 一切随缘 一切都认为它是缘分 啊 那么平时呢 要想开悟的人呢 还要在行为上要注意 啊 就是衣着啦 啊 吃饭啦 行住坐卧啦 你看看你像不像菩萨 你不要说你满脑子都是佛性 你身上你的本性是佛性 但是你做出来的行为 不像佛性 你已经离开佛了 你这种人 不可能开悟的 所以你自己如果 行住坐卧都像个佛 为人师表 做什么事情 都像个佛 你至少是开悟的前提已经有了 啊 悟性已经有了 悟性从你的本性当中已经开始出来了 因为你尊重佛 你尊重师父 尊重所有的佛法神 你已经从本性开始 因为你不会再去绑佛 因为你不会去毁佛 因为你尊重了佛 你的双手合十 你的行为已经是尊重佛了 所以你心中有众生了 心中有众生 你才能慢慢的 救度众生 才能慢慢的有开悟 众生的这种心态出来 所以一个人 到底开悟了没有 你就看看他是不是放下自己的 你听他讲话 是不是我我我的 如果他一开口就是 我认为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 我自己怎么样 这个人完了 他怎么能开悟 所以明心见性的境界是什么 不管这个世界上一切事 一切事物 一切清清楚楚 这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境界 你已经明心见性 就是你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苦空无常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动得了你的心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够任何的外城外境 能够让你有另外的感悟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真正要开悟 要彻底的 透明的 透彻的 来理解佛法 来理解佛法的四圣地 你才会不不畏 不不畏就是不去恐怖和无所畏惧 不不畏 所以大家要知道 很多人嘴巴说开悟 实际上开悟了吗 他没有开悟 开悟之人 永远觉得自己没有学到底 就是学到我已经够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开悟之人不会把自己的这种执着心放在首位的 开悟之人 是变参法界 变参法界就是 就是到处去 在法界当中到处去寻找 更好的 让自己能够适合自己的法门 和那种这种戒律 还有那些 我们说怎么样度人的方法了 妙法了 实际上就是 真的学佛 学法 你真的要能够参悟到里边 你首先 这个 要 就像 孩子要认母亲一样的 试得本 你孩子 的本是什么 是妈妈把你生出来 所以你要认识妈妈 那么我们学佛人的本是什么 就是要学到自己的本性 学到本性之后 那你才有佛性 有佛性之后 你才会 测误 非常的测误 所以 这个 一些说 师父跟你们讲的这些东西 台上跟你们讲 你们不能懂的话 实际上你这个学佛就是叫 根本没有开悟 你是在自欺欺人 自以为是 所以 任何一个 善知识 任何一个觉得自己有修为的人 他必须向善知识请教 他一定要达到 诸佛祖师们的境界 想一想 他今天能够做祖师 他不管哪个法门的开山中士 净土宗 对不对 天台宗 禅宗 他都有祖师 这些他们所悟到的东西 这个不是你随随便便能学到的 所以你必须学 必须大测大悟的话 所以很多过去 有一些高僧大德 他们为了错误 他们闭关 他们住进深山 让自己破除我之 因为在深山里你说 没有人的 就你一个人 你说你有什么我之的 对不对呀 没有人听你的 所以你就 我之慢慢没有了 为什么要闭关呢 没人听你的 你没有地方可以骄傲 你没有地方可以执着 放下这些之后 实际上就是为了众生 牺牲自我的羞耻 你这样才能大彻大悟 你只要有一个弟子在边上 你就会很骄傲 你是师父啊 今天一个人都没有了 你是谁的师父啊 你是石头的师父 还是深山的师父 所以真正要开悟的人 过去 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到 要想开悟 如守母以狮子 像守住自己的母亲 因为有母亲的话 你才认识自己的孩子 所以得本而知末呀 我们讲 你有本了 你才会知道 什么是末 所以我们中华这个文化和这种佛教的经典当中 让我们阐述了很多关于应该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开悟的方法 和怎么样认识开悟的一些标准 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心中培植慈悲真心 在内心要熏陶出 熏陶 这个这个般若呀 你这个般若 因为你心中有了般若 你才会有福报啊 你知你自己的身心都没有滋养成那种 这个培植这种 这个就像植树呀 你树要能够造福人类的话 你必须要去植的 种植这些树 你今天 像 利益众生 你必须要种植佛性啊 你这样的话 你才能 这个这个福会 双手 那你才能 这个这个尊重生命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今天呢 这个白话福法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下次呢 台长再给大家继续说 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的开悟 悟出其中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